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没能摄政 下半场阿斯顿维拉踢得更加稳健 不追求控球权 富勒姆虽然有了更多的控球 但是却很难渗透进去形成机会 下半场富勒姆连一脚摄门都没有 你敢信? 而阿斯顿维拉还是有一些机会 但都没能摄政 没能扩大比分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1比0 阿斯顿维拉击败了富勒姆 凭借这三分 阿斯顿维拉总积分达到54分 超越了热刺 升到了第五的位置 距离欧冠区只有一步之遥 紧追身前的曼联 艾梅里神了 他在接手球队的时候排名第16 现在硬生生把球队拉到第五的位置 太厉害了 同时 艾梅里也创造了英超历史 他是英超联赛历史第一位在职教俱乐部的前十九场比赛都进球的主教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